最近中国女排在香港征战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场比赛 迎来土耳其女排这个对手 土耳其女排排名世界第一 虽然之前爆冷输给了日本女排 但是他们在最近三周的表现非常强势 依旧是个不可忽视的对手 所以比赛开始之后 中国女排因为比较慢热没有进入状态 很快就被土耳其女排打成了0比2 这样的成绩对于主场的球迷队来说 确实是非常尴尬的事情 还好中国女排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并没有放弃 进入第三局 中国女排换上张长宁等球员之后 实现逆转好戏 最终让二追三 3比2疯狂逆转 打败土耳其女排这个世界第一的球队 帮助中国女排取得三连胜 在这场比赛结束过后 很多球迷都纷纷胜赞球队的主攻手 比如铁打不动的首发李盈盈 这一次的比赛表现依旧非常给力 拿到26分 尤其是一些困难球的处理 非常到位 帮助中国女排稳住了比分 可以说 李盈盈作为中国女排的首发主攻 她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 另外一方面 替补登场的张长宁 是中国女排的骑兵 在第三局和第四局 中国女排能够实现逆转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张长宁 打的土耳其女排措手不及 所以张长宁的功劳 同样是非常大的 但实际上 除了这两位球员之外 这一次中国女排之所以能够打败土耳其女排 其实还有个非常大的功臣 他能帮助中国女排拯救危局 稳固防守 这名球员就是自由人王孟杰 提起王孟杰 说实话 还真的是挺唏嘘的 还记得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 中国女排惨败的时候 王孟杰因为不稳定的表现 遭到很多球迷的批评 甚至是网爆 一直到郎平下课之后 王孟杰都没有缓过来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孟杰顶着压力 继续进入国家队证明自己 经过这两年的成长 他的表现已经越来越稳定 在这个位置上的表现 基本上无可挑剔 堪称是世界顶级自由人 尤其在这一场对战土耳其女排的比赛中 王孟杰多次帮助中国女排救起危险球 防守做得无可挑剔 帮助中国女排 更好地打败土耳其女排 毫无疑问 孟杰这一次是功不可没的 比起主攻手 王孟杰的活都是脏活累活 非常辛苦 所以说实话 王孟杰的功劳无疑最大 很多时候 自由人就是做着整个球队 最累最脏的活 毫无疑问 这一次主教练蔡斌 真的是赌队了 很多球迷之前还觉得 王孟杰已经老了 很难扛起大任 应该让尼飞凡这些年轻球员 得到更多上场的机会 没想到 经过最近几场比赛的表现之后 王孟杰完全证明了自己 也告诉所有的球迷 当年那个世界杯MVP 并不是随便拿的 他也确实具备足够的实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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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